28House的日子,每日樓市 汐陽,28House找樓App,贊助播出 樓價指助年跌四個星期,跌穿150點 四周,合共跌了2.57% 重返2017年3月的水平 全年累計暫時跌了4.32% 四項整體指數同步向下 當中大型單位指數已經連跌14個星期 分區樓價除了新價、西價穩 其他三區都繼續下跌 當中九龍區跌幅超過1% 今個星期的樓價指數是反映11月中下旬 Youho West以低價推售 導致二手樓價收押 代理相信,隨後的指數都會繼續向下 當中還有2點的下跌空間 放寬納稅之後,市場都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有業主因成本減少而入市 亦有因體探後市的內地客要止蝕沽貨 因為現在不賣的話,將來可能會跌更多 紅磡的何文田三半一個特色戶 最新以2,650萬沽出 持貨五年大洩四成 賬面貶值了大約1,730多萬 無論金額或虧幅都創了屋苑歷離之序 單位屬於三房間隔 連私人平台同一個車位 成交都反映樓市虧潤的情況 由中小型單位、慢營至中高價物業 另一方面,低迷的土地市場都有望有轉機 不過價格都預料要繼續沉底 市建局已低過市場估值近兩成 即是每呎4,694元 批出九龍城的聖德街、碼頭衝突項目 總價是19億多 是市建局今年以來第一個成功批出的項目 中標的信志和招商局置地 去年10月都奪得鄰近的 土瓜灣、榮光街、崇安街項目 當時的樓面赤價達8,571元 今次的地價大幅低了四成半 至於第三季唯一一幅 推出招標的住宅官地 就是大嶼山、長沙、東涌道的地皮 即是收到一份標書 由信志獨資入標 這幅冷門的住宅地 市場股價就是2,700至5,000元 估值就是2,200至4億 不過測量師就說 縮口高期、經濟復甦差過預期 項目流標的風險都幾高 長沙這個地段 在2017至2019 其實有幾幅地都賣過 當時的造價是12,700多 到達2萬左右 就會大幅跳低了 這個第一反映了經濟大環境 各發展商的出價是非常保守的 另外亦反映長沙當區 對於有低密度住宅的需求 我記得到過去的3年 二手屋的成交量 都在說是3、4中的1年 始終如果只有一標來說 流費風險都是大 現市房下 發展商要成功沽出項目 所有單位都要掩蓮理計 開售至今大約兩年多的 西灣海特厚本 累積賣出250伙 佔全盤大約六成 今年曾經減價近兩成 發展商亦開出多個現樓的示範單位 我們一起參觀一個 沒有改動的開放式間隔 感受一下這一類末代的迷你積 白色長身配以鏡降點綴 平實得來又不乏奢華元素 開放式單位的面積有限 每一串地方都要善用 配合別出心材的設計 扭轉原有的既定報告 開放式廚房很少有這樣 做在近露台的一邊 不過這樣 這裡就有空間可以做到雙邊工作台面 這邊的備餐空間確實有限 但利用另一邊 就有不少地方可以方便煮飯 煮完飯之後 收拾好東西就可以在這裡吃飯 洗衣機、微波爐、雪櫃都收納在櫥櫃裡面 剩下的儲物空間和層架都尚算夠收納 室內採光主要靠露台引入 這裡有22尺向東北面 高層單位可以穿過太古城和里景灣 遠望到維港海景 室內一眼看光 睡眠區預計在單位的一邊 這裡做了窗 預計即使自行間出睡房 都有充裕的自然光線 為了方便住戶浪衫 發展商特別在浴室 預設了浪衫架 但這裡沒有做窗 要長期依賴通風設備 排走濕器 淋浴間裡也做了層架 方便住戶擺洗澡用品 好久不見